大家好,我叫孙立娟,来自河北石家庄 09年1月份毕业于北京市丰台区职工大学 信息传播与策划专业 从02年到现在参加过三份工作 从至今经历过几件大事 就是从结婚到生子,再到离婚,再到单亲妈妈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寻找一份行政人士或者是财务方面 以及12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些沧桑之前 她其实从高中退学之后来北京工作 一直在一个人供弟弟妹妹读书 也就是说该基本上女人受过的苦 她基本上都受了 我们就从苦难说起好吧 你是高中毕业 退休之后就直接来北京了吗 对 干什么呀 在一个空军的一个招待所上班 大概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给他们寄回去 一半吧 一半 然后自己留一半 对 在这个期间你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呢 就是从服务员再到领班再到主管 可以冒昧地问一下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她不顾家不回去了 我觉得她在外边是有女人了 出了家门就会给那女的打电话 中国的爱情故事无非是四种 刻骨铭心的爱 始乱终其的赖 棒打鸳鸯的坏 其中她就是属于 刚才她所说的这一些 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试图挽回呢 毕竟你们有孩子了 后来我挽回过呀 她就不回家呀 不这这很正常啊 你们现在是个伴啊 这人一般大家把这个个性收起来 把属性能契合起来 那边呢是吕啊 俩口能谈那一块 如果你能够变成吕 那也更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这也纯属正常 所以就一切随缘吧 翻篇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求职方面的问题 今天来应聘的是后勤类和行政类的工作 对 以前都干过 对这方面我觉得好入手一些 毕竟我没有什么别的特长或技能 因为她以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当中 后勤类和行政类她都干过 但是可能大家就会问一下 你现在是住在娘家 是住在哪啊 在石家庄零售下 那你是不是只能在石家庄 尽量是在石家庄 财务方面也行 因为我刚考完那个 那个态励从业资格证书 你最低的薪金要求多少 在石家庄三千 好吧我们来第一轮选择去货力 好 天生我有谁 好 很多高级人家都不做PPT 孙力娟做了PPT 来看看孙力娟的PPT 就很简单的 就我学历也不是特别高 就是工作也没有特别正式的 就是这就是我那个工作学习的 取得一些证书 好下一页 这是我自己的兴趣 就是做的东西 十字绣 对 十字绣还有其他 但是没表起来就没照 来来来下一页 优点是施苦耐劳 有快速适应新环境 自信心不足缺乏安全感 身高太高 你也不至于太高吧 但是这个确实我一直 从小都被别人一直说的 都觉得就是自己一个缺点 你多高啊 这样 近高175 他可以去刘亚彤做那个高级销售经理 没有 我就一直挺关注你的 第一个呢 我觉得84年一点都不大 第二个呢 可能是离得远 我一点都看不到什么所谓的沧桑 我觉得你很漂亮 谢谢 然后第三 我觉得高一点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你身材很好 站姿很好 然后还有那个遇到一个不好的男人 也不是什么问题 离得更好 然后你站到这儿特别好 你需要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让你的生活 move on 好谢谢 还有吗小姨 没了 没有了 好 有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要挣钱呢 先值钱 按理说你那个专业啊 就是信息传播 语策划 呃 呃 用现在是很热的 是属于social communication啊 整个社会化传播 这部分的收入都很高 可是你学了那个专业 现在这块完全没有体现 只是体现说我吃苦耐劳 这个 怎么能够去转化成的 你一个专业上 是不是有什么价值 可以跟我们交流的呢 因为当时我是高中 毕业到觉得自己文化不高 就考了一个成人大学 但是学的不是特别精 就这个专业就顺利拿下来了 但是好像什么都不太会 看你的这个PPT也就能看出你 其实是个挺简单的人 对 所以其实你是吃得了身体的苦 吃不了学习的苦 我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现在一般的企业用人单位 很少有说吃苦耐劳 作为一个关键要素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刚才我们对于你的责任感 都进行了赞美 但是人总是有自己的问题 虽然说婚姻不是太成功 但是在职场 按照来说你出来摸爬滚打 这么些年 又读了这个大专 应该会有一些技巧上的积淀 你说一下你的不足是什么 不足就是对什么都比较迷茫 不知道到底自己适合做什么 找不到那个点 我想问丽娟 这个在海南库管员的工作 待了两年是吗 一年多点吧 一年 那这一年多孩子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我妈妈帮看着 就是平时就三四个月 回来一次住个十来天这样 其实其实我 我其实要非常客观地提醒你 你如果作为一个秤职的妈妈 要想做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定要在工作上 给这个家庭一个保障 因为你可能短期之内找不到 不能迅速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茫然和迷茫 你找工作就要聚焦一个方向 对吧 要么就是你极感兴趣的 要么就是你觉得你在这方面 你极能够钻研的 一定能做好的一份工作 不管它多难 我觉得刚才陈总说的那点 非常的可观 就是说你什么样都得有个开头 你如果是选择的是做行政类 或者是后勤类的 因为这个成长性不高 而且你的薪资不可能会 有一个迅速的成长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你还是找一个成长性 更好的专业去做 而不要去做这个后勤 而且他年纪也不算大 才三十二 如果说因为财务上的问题 再次选择一段错误的婚姻 那是血伤加霜 所以我模模糊糊看着他 想起鲁迅的那句话 对祥林嫂的形容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在事业上 你确实没有一定的积累 你看看你在江湖上 混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又自己去读了个大专 好歹你应该有一些职场上的技巧 对不对 两位老板的话 你好好的借鉴一下 选择一份发展空间比较大的 大不了是销售 销售是所有的开始 对呀 那个倒是他 将来孩子读大学可要花钱了 你肯定有一个特别艰难的开始 但是你这个东西早晚得开始 否则你后面就一直会很艰难 我倒是对你挺感兴趣的 谢谢 那个尤其是你说你愿意做行政 然后我们公司 现在正好有一个行政港 然后空缺下来 在我们公司行政港是一个 升职空间 发展机会 巨大的岗位 因为我需要一个 特别强大的后勤 我看到的你有优点 就是所谓的踏实 等等等等 然后需要机会 看到的不足就是 你这个性格 我怕很多事不敢管 拿不起来 所以我想如果还有机会交流的时候 你能多表现一些工作能力 硬气的地方 好吗 好的谢谢 你说一下曾经在行政工作 或者是在其他的工作过程当中 由于自己的决定 然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或者是自己坚持的某一件事情 这样做一个小的测试 发挥一下你 别让这个指示纠结在你的婚姻上 现在你就是行政助理 然后呢 前台现在有我的快递 同时呢 你又想给我请个假 现在呢 我又在给员工的生日写个贺卡 同时我还要赶到外面去开会 你觉得这个四个事 怎么安排他的前后左右 进退拿捏轻重缓急啊 就前后你怎么安排这个事 第一前段要快递 我重复一下 第二我再给伙伴写他的这个 入职贺卡 对吧 第三我现在都要出去开会的时间快到了 对吧 第四你又想请个假跟我说事 他是前台是吧 对他行政助理啊 他要去安排这些考虑 第一得把贺卡先写完 就是把快递送过去 然后你先开会回来之后再请假 你看他第一 往往是说 你这个人可能特别在乎团队的人 就先考虑的是团队贺卡的事 第二呢 快递可以先放在那 第三呢 我跟你一块去开会 在路上我跟你说我请假的事 可能把时间会用得更加立体 第二轮选择去贺雷 还有五战争 听下他们最新的时尾 从李雨昕开始 如果你来北京的话呢 是在我们行政岗上 那除了行政我们可能还会建一部分人事 人力资源的这个工作 优胜交易集团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加盟联赏事业部 石家庄地区的运营专员 开不进给你岗位是营运助理 你进入大的营运团队 把你原来曾经拥有的 这样的服务行业的经验练出来 加上你的年龄和阅历 当过母亲的人 天生就有责任和担当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北京 通灵珠宝呢 给你就是在石家庄地区的 我们的运营管理岗位 先从店长助理开始做起 我为你提供的职位是助理行政经理 我相信他是一段 对你来说非凡的职场履历 最大的优势是你会 每天跟我在一起工作 然后我有时间亲自来读导你 读导你进步 让你在职场上变得更完美 我觉得这是你需要的 工作地点在北京 五盏灯当中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谢谢林总 我还是想在施压庄 谢谢林总 我还是想在施压庄 谢谢沈总 有请沈浩 亚童谈前不伤感情 请揭晓 北京五千 石家庄三千五 同仁堂四千五百起 来有问题个疑问 我再次告诉你一点 你是在思想上缺乏一种笃定的女人 她是个被动型的性格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为了你孩子 你得主动起来 不要老被别人选择 一定要你选择生活 你要自己做自己的主 是的 有问题可以问吗 要问吗 我想问刘总 就是大概什么时候 石家庄才有 公司 2016年10月之前 石家庄北国 你知道北国 是石家庄最好的商场 我在我对 华北市场的生意非常非常看好 整个运营中心都会把资源和精力投到那里 还有东北华北 我的重点 还有问题吗 没有 你要不要问一下他们 就是上升通道是什么 然后以及他们觉得你在多长时间内 会有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和你的孩子 未来的经济方面可能都会有影响 宜娟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各位老板提到的 我觉得你现在追求现在的这种安定 实际上蕴藏的是未来的不安定 如果你现在可以勇敢地去面对一点 小小小的不安定的话 也许你未来反而会更安定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选择了一个 在离家近 然后也很所谓的稳定这样的工作的话 坦白说 从我们人力最安这个 之前的这种经验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以后的这种风险是蛮大的 他的意思就是你会苦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辈子 但如果你逃避苦这一阵子 你就会苦一辈子 还有问题要问吗 你的上升通道 我想问问陈总 其实在时间中 从三千五的运营专员开始起 就是要找到你的真正的自信 从你接触教育开始起 你可以感悟到的 对吧 你可以为何不打 把这些知识应用到 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 从而对这个行业产生兴趣 对吧 所以我其实给你的是一个 相对低的起点 但是我觉得 为了你的孩子 我从来没这么要求过员工啊 我觉得你应该争口气 15秒钟 优生教育 同仁堂 或者是谢谢再见 所以李娟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优生教育 谢谢 对吧 要变好自己跟胃 以后被孩子都考虑 就在那边好好工作 尽快展现自己 能有一个好的上升 对吧